嘩,好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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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所勾之,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很容易受傷的 因為身體的肌肉,承受不了自己用的力量 即是太強大的力量 夠了夠了,所以呢 今天就特別少少做一個強化肌肉的訓練 HELLO 很危險,拿著不發的東西 很開心,我們請到CoachAlpha 來教我們用這兩支東西,強化我們Core和腳部的肌肉 令我們在球場減少受傷 現在就交給Alpha去帶我們做這個訓練 二大顆 這個是6聲,再高一點就要7聲 好,先理解一下,我們要預防運動受傷 你們最怕雙邊,打球 雙腳吧 腳哪一部分,有一部分是死定的 有什麼死定的 這裏,這裏,這裏 最怕弄到哪裏 這裏,這裏 這裏,這裏 這裏,這裏已經死定了 對,要是弄到一個印帶,其實就很難教 因為你一團印帶,不能夾 要是做手術 如果不是很嚴重的,就是肌肉可以蓋到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的腳其實分三方 宽關節,膝蓋和竹鑼 其實在這三樣東西裡面 膝蓋不是用靈活性去形容的 是用穩定性去形容 這個穩定性建基在哪裏呢 就是我們上面的宽關節和竹鑼 靈活性高 膝蓋就可以穩定一點 所以我們就會從角度開始 我先示範一下 先放兩邊,踩高的腳踩 然後坐低它 有這麼高,有這麼高 然後我會給指示 我說夠腳向外咬殘 你就要把它向外咬殘 因為你只有一隻腳在這裏 你就要看它的幅度去到哪裏 這個幅度只有這麼多 你一咬殘就不能下 我希望它做到什麼呢 內外轉,這些它都可以動 因為很多時候膝蓋扭到 就是你這一下去 但是角度不能動 它就扭到膝蓋 好,試一試 我們會把上面的身躺到哪裏 夾到最高,把腳踩 可以扭到膝蓋 然後夾到腳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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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拍過其實都開始有少少上天 適應一下這個角度 這個棍子可以夾到腳踩 夾到腳踩 感覺上會較容易做 釋放人 benًt 申直的話會較容易 視乎你跟平時的重陰 轉向可能有一邊腳會較容易殺狗的法力 之後打球你留意一下 會不會有一邊的轉向令姿勢認受 有一邊的腳總是不會轉得到幅度或法力 接著我們到膝蓋 但我們還未做這一段時間 我們做了上一段時間 我們的搬關節可以做到幾種動動 外旋、外旋、外旋 外旋、外旋一定做到 我們划算到一定是最新的外旋、外旋 但內、外旋未必每個人做得那麼好 接著我們先做個內旋 如果你發到力時 你會發現這支棍是軟了一點的 那這支棍有個特別之處 就是它其實有彈性 接著就會做 再收 另一邊 好 右腳提起 左腳背部收緊 對 有一點彎 多一點力 另一邊 感受一下 這邊提起你的皮膚那邊 這裡正在用力 好 接著做向下 用一個圈位 頂住膝蓋向前方 你的動作是不影響膝蓋的方向的 接著試試提高一點的膝蓋 再轉向另一邊 剛才你做這個動作的 你有感覺到 一向外的時候 然後呢 這裡就是用力 向外呢 向外呢 外側是不影響的 接著呢 我們會做一個外側 擺完一點 膝蓋向外 不要讓人這樣斜 進度在中間 人呢 這裡直的 左腳提起 向外擺開 大腿外側這個位置呢 頂住它 用多一點力 在中間 試一下把腳放進去 滑下去 再用著力推著股筋 升範膏 放回去 好 再用力 再用力頂住 上來 兩下中間 過了問題 接著做一次同邊腳的內收 如果平衡好一點 可以試一下 用來 把剛才的左腳 向外收起來 看到它有一點點彎彎 起到旁邊沒有彎 你就知道了 用得都不可以 很放鬆 慢慢出來 不要放下 OK 三五日再放進去 好 試一下升到你的最高 好 試一下 好像很放鬆 好 沒問題 因為肩膏通常用來坐 所以它很多時候 如果不是運動員那些 它真的不懂得用 甚至乎有些運動員 原來它都未必好 用肩膏去幫忙做一些感覺 或者落地那一刻的保護 關鍵的話 我們的膝頭多了 肩膏的底部 可以自己多少 你拿上去 就是你左腳 接著這個人 一旦會做一個轉動 這個轉動我本來是 我告訴你 如果我說12.3 肩膏當然是前方 只有半關節動 胸口是向著兩肩膏的中間 做完右邊 我們會做左邊 這樣左右角做的時候 就位置一下運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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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切得很穩固 有五十五 三點 將芝士均勺 對 三點 三點 對 大腿要斟定 因為它內蒜 好 對 你的皮膚不會側到你一邊 現在你把整體放平 試一下再蓋一點 一點四點 可以嗎 對 慢慢回到中間 對 逐格逐格放平 然後將你左手的手拿起來 保持肌肉 肌肉在收緊 感覺到了 OK 放低了手 拿起來 右手 兩隻手拿起來 好 好 捉緊 好 好 好 四 四 三 一 拖回我們 拖回我們 一拖 一拖 通常我們一邊這樣轉 我們會做三次 一拖 第二點 你會發現 左右 兩個關節 可能我力氣性有一點 慢慢上去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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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整個人 就地下的腳 沒有動 整個人都在轉 我拿到左邊 三 三 三 二 二 二 放大 現在你到最後的時候 沒有兩支棍在你 如果都站得穩的話 人都會穩定 這個搬 其實你剛才做到這些轉的動作 就是可能你一去 可能你突然要轉個人的上 其實你的搬就在動這個動作 所以你當關節的動作 轉好這兩個位 基本上膝蓋的穩定程度 對 試不試多個油肌 好 兩個人拿著 左邊 先踩這個位置 待會我會給指令 如果我叫推 就向對方推 如果我叫拉 就向反方向拉 即是第二拖 開 開 拉 推 拉 好 拉著 伸直手推 下去 繼續拉 繼續拉 推 拉 拉 OK 好 將近大家的腳踏頭 做個公子棒 推 推 嘩 推 拉 好 有機會說是重複的 就是要考你反應 推 嘩 OK 拉 好 腳踏前來 雙手舉起 最高 伸直的 好 推 伸直的伸直 拉 好 推 好 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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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練一下腿 其實都某程度上 都沒有對抗 主手那些動作 我們如果有人撞過來的時候 你都不會直接一撞 一撞 就是開包 這個也是 整一個練腿的方法 我就問 為什麼當初 你會以教練作為職業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打籃球 當時我就不算打得十分出色 因為年紀開始大 我可以兼顧到這麼多 又要上班 剛好 南球總會有開教練班 你知道都經常開 當時就報了我先修班 因為我是最後一個教練 就很幸運地可以抽得中 進去繼續完成課程 考得到牌 想一下就不如轉做南球教練 自己完成不到的一些夢想 看看會不會用自己懂的東西 令到下一代可以做到我做的東西 那你自己覺得做教練的好處和缺點是什麼呢 缺點其實真的不穩定 你找到學校教就好 但是好像我這樣 不是打球出生 又打減一日又打防隊 其實你就要有些人去介紹 你去一些學校試 這次就是下雨會取消 考試學校又會停操 所以其實程度上是不穩定的 加上情關係 學校也不主張 太多待遇 好的地方就是始終做到自己的器材 真的會常心很多 你會放多點時間去研究 研究 就不跟你打一份工 滿足感大很多 因為我主要教中小 那些小朋友 然後他會打到 又玩又硬 其實那些小朋友就很開心 最近都開始教你 小朋友 你看到他的拖都接不實 好像很害怕 然後慢慢令他喜歡這件事 肯定射球 你看到他的進步 你會很開心 你就接觸過一些傳統一點的訓練 以及一些科學化一點的訓練 那你自己會偏向科學化 以一個最有效率的方式去訓練一些人 還是你會比較堅強一點的 主要去練他的鬥志 鬥神多一點 這個其實我就沒有偏向 真的按照那個人的需要 科學化的訓練 如果對普通人來說 未必不喜歡 就是他們看到數字 原來我今次的速度快了 那麼我已經進步了 但可能他們對這些數字 不是那麼執著 和不是那麼敏感 但是訓練運動員來說 科學化的訓練 是會比較堅強一點 因為有數字看 你能夠知道他的進度去到哪裡 做了些什麼令到他多了 或者有些什麼原因 令到他今天的訓練表現 少了大腿 變過了 令他本身已經有一些潛在的受傷 所以對運動員來說 科學化的訓練是比較合適他們的 但是你說 好像胡師傅那些掙扎 現在還有些客人是比較喜歡這類型 又真的看不同 就是看他們的體驗 你說如果我自己做訓練 我先向科學化一點 但是我自己幫自己練習 就可能在那個訓練中 會每天去操爆自己 令自己要休息四天 我都希望我剛剛操到 那天我就 那我就不會令自己 顧到是沒辦法再操等的三天 那我寧願一個星期 每天都會操到 比我操一天休息四天 計算一條數就知道 效率是比較低的 但是因為都市人要上班 可能一個星期只找我操一天 就是要想辦法 令到他的一天 是可以最有效的 就是最傳統的 練法和科學化練法 兩樣都沒有哪樣好 要按下限的需要 好 多謝Alpha 帶了這麼專業的訓練給我們 那今天就來到這裡了 那如果有興趣想知道更多 或者了解更多不同的訓練 就去CoachAlpha一個 IG 這裡 看一看 還有記住 Like Subscribe 和Share我們的影片 好 今天就到這裡 Bye Bye 加上你平時都會跟Alpha 去做這個Stick Mobility的訓練 那我想問你覺得 對你的幫助在哪裡呢 你的平衡感和你的柔軟度都會提升 特別為籃球運動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訓練